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来教,如何把video影片,把它迁入到网页 那基本上呢,今天我们教的呢,是以YouTube为范例 那各位呢,可以在其他的这种影音的网站,找到类似的功能 那基本上呢,我们就以YouTube为一个处理 那首先呢,composer呢,基本上像这种video跟影音的 它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功能可以直接迁入的 像图片这样子,图形有一个基本的功能可以直接迁入 但这个地方没有 我们要找出呢,在YouTube中里面的什么迁入的语法 这就是为什么同学问我说,为什么学composer还需要学语法 你要对那个有基本概念 你不一定要会写那个语法,但你要懂,要有那个概念 基本上这个就很重要 然后呢,各位你看,我们现在假设到YouTube 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个叫分享 分享这个部分,你按一下分享 按一下分享 然后呢,再找到这个一个迁入,对不对 按一下迁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啦 整个迁入的语法就出来了 那呢,我在这边建议各位 按一下什么,使用旧版的迁入嘛 其他的呢,通通不要打勾 其他的通通不要打勾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宽度 你对于整个宽度的设定 这边是560乘315 你当然也可以在这边设定 比方说你要480,有没有 好,你看 他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帮你变化好了 他会自动帮你变化好了 然后呢,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什么 把他的码复制 把码复制 这样子呢,就OK了 然后呢,你看哦 首先我们到composer,对不对 记住哦,我教你的一定 Enter,Enter,Enter,Enter 把Benji的区域扩大 把Benji的区域扩大 然后呢,我这边有个小技巧 各位,你要贴东西之前呢 要贴东西之前,你先写一个字母 比方说A,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各位,很简单,你看哦 各位,你要记得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打一个A,有没有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打一个A 为什么要打一个A呢 因为我们要确定 你按分离,有没有 你按分离,有没有 你看到,哦,原来这里有个A,有没有 因为这里有很多V啊,V啊,V啊 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开了Benji 有个A,我们就至少知道 你当你把这个程式码丢进去的时候 会是在A的下面,会在A的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右键 跟它推上,哦,有没有 好,一堆程式码就进去了 你再按设计,没有 它就出来了 就在A的下面,有没有 然后呢,你如果觉得 这个A版就是练习用的嘛 再把它删掉 这样子就跑出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语法 我们就把一个影片把它牵进去了 把影片牵进去了 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语法 那当然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原诗码啦,哦 你如果要不断练习的话 你就知道,哦,果然,有没有 Body啦,VR,VR,对,我们就在这个VR 这个过程里面,牵入很多东西哦 那用分离也行 就记得我刚才教你这一招哦 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它储存,对不对哦 储存,我们先打一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按确定哦 然后呢,我们储存在桌面,OK,我们储存在桌面哦 有哦,有一个滴滴滴滴滴滴就跑出来,对 按两下 OK,有没有,看就出来了,就会是这样子哦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哦 很简单的我们,如果你在文章中就要直接插入,它就会这样子 那表格呢,表格怎么办,对不对哦 我们现在呢,再来让各位看一下怎么用表格 一样哦,老样子哦,老样子哦,老样子 我们一样先画一个表格,两个表格,对不对哦 牵进去,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呢,大小啦,我习惯会把整个表格的大小先把它确定起来哦 你看按右键哦 来,往上拉 我们按右键,会有一个储存格属性哦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再往上拉一点好了 我们按右键 会有一个储存格属性,对不对 会有一个储存格属性 然后我们先按表格 把表格的大小呢,先把它确定 把表格的大小先把它确定 比方说我们确定680 这整个表格固定比较好看哦 按套用,对不对哦 按确定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什么 YouTube 我们要把它牵到这个格里面 我们要把YouTube牵到这一格里面 对不对 我们要把YouTube牵到这一格里面 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东西呢,你就要注意一下哦 我们之前的大小480,对不对哦 宽度是480嘛,对不对哦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宽度设定好了 先把这个表格的宽度设定好 按右键,对不对哦 然后储存格属性 这一格没有,储存格的这一格的宽度 宽度呢,我们把它480,对不对哦 跑用,确定,它480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再把语法牵进去 语法怎么牵,记得哦,我刚才教你那一招 先小小打一个4,4也好,A也好,随便打一个字母啦 好,打一个字母按分离,有没有 诶,有没有哦 你看,TD,跟10HTD,就是那个表格的语法 所以为什么要看得懂,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P,哦,原来在这里,对不对哦 就在P的后面整个P,趴他,跟他打下 跟他,跟他什么,抬上去,就不用管了哦 那当然了,你要直接在这个地方,把那个P先消掉也行 再把P先消掉也行,OK 然后设计,有没有,它就牵进表格了,有没有 它基本上就贴进表格了,它就贴进表格了 如果你,它整个基本上贴进表格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开始再继续写你的文章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就可以把YouTube或影音 我们现在以YouTube为核心,迁入到一般的文章写作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表格,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表格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储存 好,储存完之后呢,再把DDD叫出来看一下 咦,通通出来了,有没有,按一下 诶,诶,果然真的会跑,对不对 这个是,对,有人家啦,小弟兄 就会是这样子,好,你先学会运用这个东西 这是基本的影音迁入网页的一个基本的入手的方法 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 好,谢谢各位